山坡就在眼前崩塌 才刚摆上了前方摊坊的告示牌 还在忙着指挥交通的人员 只能赶快撤离 边逃边看着眼前大片山坡土石崩落 受到烟花台风影响 大陆浙江省渝瑶市 三天降下多达37个西湖的雨量 仿佛像是水库泄洪般狂泄 烟花台风挟着强风好雨 直扑大陆浙江上海一带 先是在25号中午在浙江舟山群岛登陆 之后是回马腔 26号上午二次登陆 已经很难保持一个平衡了 那你可以看到旁边的树木啊 也是被大风吹的是摇摇晃晃 烟花仍持续往北移动 估计会为大陆安徽省带来强降雨 而前一阵子才刚遭受豪大雨 换的河南还没完全脱离内涝之苦 灾后一周河南还是有部分地区通讯中断 依旧停水民众得排队取水相当可难 只不过灾后清理速度可得加快 因为河南气象局日估 26到29号 信阳 新乡 鹤壁 安阳等地 又会出现极端强降雨 以及8到10级的强阵风 河南灾民可能得加快排水作业 否则难以应付下一波的暴雨雨势 极端天气让气候受灾户越来越多 橡皮艇来回奔波救人 印度正式进入雨季 中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 24小时累计雨量破600毫米 创史上最高纪录 各地烟成一片汪洋 车辆都跟着翻了 还有民众目击山崩一瞬间 豪雨导致印度有至少149人死亡 还有多达百万人疏散 比往年更剧烈的强降雨 不只在亚洲 大陆 菲律宾 印度等地出现 就连西欧的比利时和英国都受灾 车辆仿佛变成玩具车 在滚滚泥流中被冲走 比利时南部的迪南镇 发生数十年来罕见的强降雨 英国的状况稍微好一点 但是伦敦大积水的画面 也让民众看傻眼 英国南部受低气压影响 部分地区降下比往年七月 多一倍的雨量 水患似乎已经成了 气候变迁下的灾难日常 往后各大地铁站恐怕都得加装洪水闸门防洪患 对气候变迁的灾难危机意识 已经成为各国都得被迫学习的一刻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